我要呼籲一下蔡英文總統 您還有將近一年半的任期 歸來擔任總統吧 不要只做民進黨的主席 不要只為了權力 不顧全體民眾的補給 歸來擔任總統吧 不要再做一黨之師 為了民進黨權力 而每一天在爭鬥的民進黨的主席 我們大家先用深深的義鞠躬 感謝所有偉大的台灣人民 深深義鞠躬 感謝所有台灣民眾對於國民黨的支持 謝謝 各位好朋友 所有堅定支持台灣民主的好朋友 所有最偉大的台灣人民 謝謝大家 共同站出來 挺善良 挺功力 挺正義 讓台灣的民主 能夠展現出來 這不是單單是國民黨的勝利 這最重要的是台灣人民的勝利 台灣民主的勝利 也是所有 非綠 非綠 陣營的勝利 我要感謝所有 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英雄們 除了每一位偉大的台灣人民 我們這些最辛苦的候選人 最辛苦的候選人的團隊 是最應該要來感謝的 這些同志們 在前線 打拼 努力 尤其是我要特別謝謝 在最艱困選區 來打拼到底 奮戰到底 奮鬥不懈的每一位同志 包括 勇敢的柯智恩同志 包括 這一次打得非常漂亮的 謝龍健同志 包括我們在屏東 深耕基層 也獲得很多很多民眾 肯定的蘇清泉同志 我們勇敢的王玉民 都是我們應該要特別感謝的 那也要向這幾個選區 國民黨艱困選區的所有的民眾 致歉 我們過去努力不夠 我們四年後 一定回來 一定把這幾個選區 綠地變藍天 這一戰 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 在 桃園 在台北 在基隆 這幾個地方 我們的選將 拼盡了全力 面對無窮無盡的資源 的民進黨 面對各種抹黑奧伯 能夠挺過來 讓所有挺善良 挺功力 挺正義的民眾 來支持我們的桃園 台北 以及基隆 這些同志 他的努力 以及這些同志的團隊 才是我們真正的英雄 真正最值得給他掌聲的 我們謝謝他們 謝謝所有團隊的英雄 謝謝大家 另外我們對於 侯友宇市長 對於盧秀燕市長 帶領的連任的團隊 他的表現 展現出我們 實實在在 腳踏實地 過去努力的政績 獲得民眾的肯定 這些都是我們 真正要 值得大家 來給他掌聲的主角 我們 黨中央 包括我們所有的同志 都使是 配角 我們是助選員 我們是啦啦隊 我們是總教練 我們的角色 就是 為我們 所有的這些同志 支持他們 給他們鼓勵 加油協助 作為啦啦隊 作為助選員 但是我要 特別謝謝 在全台灣各地 我們有無限無數的志工們 這些才是最偉大 他們 不畏風雨 願意站出來 挺我們的團隊 挺我們的同志 我們才能夠 在台灣各地 能夠勝選 除了這個以外 我也要特別謝謝 這次在選舉當中 不畏辛勞的 包括馬英九前總統 包括韓國瑜前市長 包括趙超康董事長 包括好龍斌前市長 這些每一位 我們的同志 中央助選團的每一位成員 我沒有辦法在這邊 這每一位 都是最辛苦的 我要感謝大家 我本身身為黨主席 作為總教練 我一直堅持 國民黨 要走對的路 國民黨 要提對的人 雖然很辛苦 但是 這一次的勝選 讓我們看到 我們走正道的路 露出了曙光 我們知道未來的路 還非常遙遠 挑戰還非常的多 我們不可以有 一絲一毫的鬆陷 對的路 我們一定要堅持 國民黨 一定要堅持走 中道理性 穩健的路 國民黨 一定要能夠 結合最多的社會 中道的力量 成為我們 最主要的支持者 我們不會走 偏風 更不能走極端 我們會時時刻刻的提醒 所有台灣人民的利益 就是國民黨最大的利益 所有台灣人民的需求 就是我們國民黨 努力的目標 我們也知道 我們會堅持 捍衛中華民國 堅持守護我們民主自由 也會努力做到 維護區域的和平 護台灣保民主 並未來真正的愛台灣 是國民黨的中心任務 我們也會時時刻刻的提醒大家 每一位同志 我們要知道 濫用人民賦予的權利 掌控媒體 操控民意 動用網軍 最後會變成民眾所唾棄 我要呼籲一下蔡英文總統 您還有 將近一年半的任期 歸來擔任總統吧 不要只做民進黨的主席 不要只為了權利 不顧全體民眾的補職 歸來擔任總統吧 不要再做一黨之師 為了民進黨全力 而每一天在爭鬥的民進黨的主席 各位朋友 這一場選戰 告訴我們 我們學到 我們知道 我們走對的路 提對的人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事情 我們要團結努力 才有機會勝選 台灣人民給我們機會 我們所有當選的同志 努力的 好好做事 我們每一位同志 尤其 包括我本身 我們 大家 堅定的信念 走對的路 國民黨中央 一定提對的人 無私無我 無私無我 為台灣人民來奉獻 無私無我 讓國民黨 2024 才有機會勝選